都不許你被犧牲 我們大家都不允許柯文哲被犧牲 對不對 對不對 在2024年總統選舉的時候 每一次的機會 柯主席清楚傳遞的訊息就是 大家聚集在一起 不是在支持這一個人 而是這一個人 他背後所代表的價值 所要捍衛的價值 而那個價值 那個許諾給台灣的未來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理想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夢想 台灣民眾黨 是因為這一個理想 是因為這一個夢想 而聚集在一起的 除了萊登那幾天 他跟我說 柯文哲可以被犧牲 台灣民眾黨不能被犧牲 我告訴主席的事情是 我們大家都不許你被犧牲 我們大家都不允許柯文哲被犧牲 對不對 對不對 今天我們如果放手 讓柯文哲被犧牲 明天又是誰 後天又是誰 面對 這一個獨裁 這一個專制 這一個自己 忘了自己從哪裡來 這一個忘了自己 怎麼當上總統的人 台灣民眾黨 台灣人民 我們一村都不會讓 我們一村都不會讓 面對 這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 我們只有戰鬥 戰鬥 戰鬥 右邊 一陣 Century 不好 都不會強化